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在公布裁案的过程当中 首相安华这次是反复在强调 政府过去的津贴政策是不合理的 而调整政策之后能够为政府省下好大一笔钱 安华就举例说 2023年电费补贴为目标 政府已经节省了40亿令吉 再来让肌肉价格自由浮动 政府每年节省了12亿令吉 还有柴油补贴政府的目标是 每年为政府省下40亿令吉 我们假设柴油40亿令吉目标达标 那肌肉和电费 那么政府在调整今天政策之后 至少能够省下92亿令吉 安华还说补贴和慈善是一样的 应该帮助穷人而不是有钱人 过去政府在燃油 电力 水 教育和医疗服务 甚至是肉机等等基本商品上 花了大量补贴 有钱人也一样享受这些补贴 当国家背负着债务 而且收入基础较低的时候 这么做显然不合理 所以津贴调整是陆续有来 特别是RON95汽油 现在的汽油补贴 是所有人都能享有的 不管你是有钱人 穷人 外国人 还是本地人 而外国人和最富裕的15%的消费者 安华说他们享有了 享用了40%的RON95汽油津贴 政府每年花81令吉来补贴这些 本来不应该享有汽油津贴的人 所以调整津贴是势在必行的 省下了81令吉之后 可以用来提升教育 医疗 公共交通方面的设施 安华就说政府建议在2025年年中 落实RON95针对性津贴计划 不过安华强调 政府大多数的老百姓 依然是能够享有汽油津贴 85%的人民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政府预计将为这85%的普罗大众 继续承担大约120亿令吉的津贴 新的机制主要是收回有钱人 和外国人的那80亿津贴而已 这就好像政府调整电费津贴是一样的 受影响的只是用电量600千瓦时以上的用户 并且需要全额缴费而无补贴者 85%的人是依然享受着用电费补贴的 那首相说85%的人不受影响 接下来大众的疑问就是 那个天油站他怎么来分辨 我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呢 怎么知道哪一辆车该收贵一点 哪一辆车收费便宜一点呢 强中部长陆兆福过后就告诉媒体 一般大马公民在天油的时候 拿出你的身份证那就行了 天油站将会设有两种价格机制 一种就是有津贴的价格 另外一种是没有补贴的汽油价格 而有关部门会在未来几个月 尽量地把有关的机制和措施给完善化 来确保大马公民不会因此而承担 更高的生活压力 安华高举开源节流的体制 还说最近有68名官员 前往德国柏林参加展览的行程 应该取消 政府必须谨记 所花费的资金是人民的钱 而政府只是受托人 或许有人不以为然 但他在内阁会议上 经常提醒部长们这一点 这个指示呢 需要向所有政府机构传达 以及获得认真看待 包括部门局 部门 局 机构 公司和法定机构等等 那再强调政府花钱 必须花在刀口上的过程中 安华还引用了论语当中的一句话 过而不改 事未过矣 这句话出自论语 魏林公第30章 这句话一般上的解读就是 你有错但你不改 那就是真正的过错 而安华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呢 就是要说明啊 政府不能在长期的 胡乱提供津贴了 导致国家债台高筑 不能一错再错 那一错再错 这四个字 安华呢也是用华语说的 安华说 错误的津贴气质 会令国家陷入恶性循环 重复相同的失败 政府呢 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重新精准分配津贴 将省下支援 用在其他更加重要的事项上 政府左省右省 省下的钱 当然有它的用途 2025年财政预算案的 拨款总额是4210亿令吉 比2024年拨款增加了3.3% 是历年来拨款额最高的预算案 其中呢 行政开销3351令吉 比去年上升了4.2% 发展开销则和今年一样 维持在860亿令吉 行政开销支出上涨 其中的原因呢 包括了公务员加薪 我国公务员的薪酬 在2025年首次突破1000亿令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变子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变子 消音乐 按赞 订阅 转发 叭子 转发 变子 结构 继续 做生 comp 转发 变子 5%